台花窯 台湾是我們台灣最大的陶瓷產業 它在鷹哥有一個稱號叫做鷹哥故宮 就是我們彰顯出它的文化是來自於中華的文化 那相對也有台灣本土的藝術在裡面 所以說台花窯不會只有以陶瓷表現為滿足 它一定還有其他的產品會呈現出來 比如說藉由台華的創作團隊 創造出很多有關於石雕部分 那麼在我們三峽老街47號 就特別展現出石雕的作品出來 原本給人硬邦邦印象的石頭 在台華窯藝術家的橋手下 不論是皇帝像 關公 小沙迷 彌勒等人物造型 或是小豬小鳥等動物形象 甚至孫子兵法這種書籍都刻得栩栩如生 手法可說是非常細膩完美 完全打破一般大眾對石科的刻板印象 比如說我們現在看到的 有很多的這些小沙迷的這種佛像 把原本一個非常嚴肅的一種文化表現 用一個很輕鬆的手法來表現出 這個佛教的文化在沙迷上的表現的美 那麼現在我手上這一尊就是我們石雕的創作藝術家 以石雕來創造出觀世音菩薩他的莊嚴 這是以唐朝的觀音大勢表現出來 用他的造型表現出來的 用藉由這個石雕所展現出來的產品 除了石科之外 以陶瓷起家的台華窯 在店裡也擺設許多精緻的陶瓷 供大眾觀賞 送禮自用兩箱儀 歡迎大家一起來三峽老街欣賞台華窯的石雕藝術之美 6月20日 9月20日 10日 11日 20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